《欣妙拳王》 收到《一秒拳王》 得到推薦電影的獎項 我記得好像是戲院關了時來 是悲喜交集的 因為之前上了一段時間 有首映 有優先場 一直都聽到不同的評價 或對這部電影的看法 但剛即將上畫時 這部電影的戲院開始關閉 在疫症時我收到這個消息 當時覺得很感謝翔天 給我一個鼓勵 我覺得很開心 然後立即想 居然可以得到電影評論學會 頒獎給我 我創作時沒有想過這件事 自己思考過程中 究竟做過甚麼 有哪些地方好 哪些地方不好 我覺得停頓時得到這個獎 令我可以有時間 思考整部電影的製作過程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我有哪些決定是做得對 哪些決定是做得不對 下次應該怎樣做得好一點 因為腦袋會立即想 下一部電影拍甚麼 也不想辜負獎項 或大家對這部電影的喜愛 也是那句 我會繼續努力 其實一秒的創作過程 一開始 首先我要說 我是很被拳擊手的意志著迷 我由第一天開始說想拍拳擊片時 我已經跟身邊編劇監製說 我不是要拍動作片 我不是要拍拳手有多厲害 我要拍拳手的意志 我是著迷的 我不明白為何一個人的意志力 可以強到打完十回合後 因為我自己前期有去操練 其實看起來好像是三分鐘一個回合 但大家如果可以試試 在家裡力高地 這樣放著三分鐘 其實這裏也沒有力 何況要跳來跳去 我給你意志力著迷 另外一秒的元素就是 在我完結第一部電影《救筋青道夫》後 我自己看著大銀幕 在戲院裡很震撼 震撼是來自於 突然之間我又出了個神去思考 為何這個鏡頭會有這些東西 為何我真是完成了第一部電影 為何演員會說過對白 為何演員後面會有這個模式 因為當你是做導演的時候 所有事情都與你無關 你有份決策 你小時候喜歡音樂 喜歡演戲 然後發現你喜歡編劇 喜歡做導演 這個過程 你去到現場 你不如嘗試這樣說 你放在後面 全部都是一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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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積而來 為何會變成一個 frame裡面有的東西 那麼多人一起完成這個frame畫面 是一秒一秒累積而成 當一刻我突然想到這裏 我便覺得很震撼 然後我就陷入了一個狀態 我很害怕 因為這個邏輯思考下去 就是一秒影響很多東西 譬如我小時候喜歡音樂 喜歡電影 大過你真的那麼多人幫你做過電影 你那一秒的決定 即是一念三千 你那一念可以影響很大 你不知道你現在這一秒做的事 合不合影響到甚麼 我陷入了一個狀態 是很驚慌的 我不要做任何事 我不要外出了 我自己 因為我杯子放過一點 就會掉落地 會有這個迷思 拍完一九斤青道夫之後身體很差 然後第一次捱姦弟也太厲害 然後就開始跑步做運動 這兩件事對於拳擊手意志的著迷 和對於一秒的迷思 在我跑步時就在想 有否可以出去趕在一起 我要拍拳擊手意志 一秒很危險 這樣自己跑步在想 突然停下來 如果一個人看一秒後的事 他會做甚麼 他的人生會怎樣 如果他打拳在擂台上有否幫助 然後我就跟師傅學打拳 打了幾堂我問他 師傅如果我站在擂台上 看一秒有否幫助 師傅跟我說他很興奮 我記得他說一秒 打很多金譜 當然有用 我就覺得這個故事可以開始寫 很長篇 在身邊 學生製造的 功力